不会出现世带不够 以及用冷冻车停放在医院旁边 来充当临时停车间的这个状况 同样的新冠疫情 这亚洲似乎是没有死那么多人 但其实这真是真的 日本东大一名教授他研究就发现 亚洲人体内是有一种特殊的抗体 是人体在第二次接触同一种病毒的时候 才可能会产生的 国内医界也证实 临床上面的确有类似的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却远数来到8600多万例 186万人染疫死亡 但占全球30%的亚洲人 因新冠肺炎而死的死亡率 仅占2.4% 亚洲人似乎比欧美民众更有抵抗力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儿育龙燕 针对100多名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进行测试 何然发现所有样本都检测出特殊的抗体 这是人体在第二次接触同种病毒时才可能产生 亚洲民众或许早就遭受到类似的新冠病毒攻击 亚洲看起来IGG出来的快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在台湾也观察到 所以做这个推论是合理的 专家认为亚洲这两年暴露在其他冠状病毒下 使得亚洲人接触到新型冠状病毒 很快产生IGG抗体 实际摊开全球疫情地图 墨西哥死亡率高达8.8% 意大利3.5% 英国和法国各有2.8%和2.4% 美国死亡率也有1.7% 反观亚洲各国 南韩日本大约是1.5%和1.4% 台湾和马来西亚则是0.9%和0.4% 几乎是欧美国家的零头 日本各有多位学者认为亚洲人或是藏有免疫精英 但究竟亚洲人是否曾有一次大流行某种病毒 才使得体内已有特殊的免疫基因 当然也不能排除种族对病毒敏感的变数 可能东方人对某一种病毒会产生有效的抗体比较多 无效的抗体比较少 西方人对另外一支病毒会产生有效的抗体 无效抗体比较少 这就是种族的差异 那这个差异是决定在你的HLA上面 究竟哪一种病毒 让亚洲民众可能产生抗体 目前还不知晓 除了从医学角度来看 防疫作为野战举足轻重的地位 像是亚洲民众 较愿意听从政府的防疫措施 第一时间采取隔离行动 以及习惯佩戴口罩 也许才是恶阻疫情蔓延的关键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